下周就是六一儿童节 今天给大家分享几款好吃又好做的小饼干 祝小朋友们儿童节快乐 第一种奶油小饼干 先来看需要什么配料 100克的低筋粉 20克淀粉 40克的糖粉 再准备一个器皿 加入50克的白奶油 没有这种材料可以用黄油代替 做出来的饼干颜色偏黄 但是不影响味道 最后取一个小碗 碗中打入两个新鲜的鸡蛋 鸡蛋搅拌成鸡蛋液 白奶油当中加入三分之一的鸡蛋液 搅拌到白奶油软化之后加入两颗的食盐 接着搅拌 搅拌到食盐 奶油融合之后 取一个筛子 过筛刚才准备所有的材料 最后把所有的材料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 奶油小饼干的材料就准备好了 接着再准备一份巧克力小饼干的材料 100克的低筋粉 10克的淀粉 40克的糖粉 淀粉比刚才的饼干少加10克 这里加入10克的可可粉 这种小饼干就可以用黄油了 接着碗中加入50克的黄油 刚才准备好的鸡蛋液再倒入三分之一 同样把黄油搅拌到软化 过筛刚才所有的材料 搅拌成一个光滑的面团 盛在一个小碗中备用 第三种抹茶饼干的材料 和巧克力饼干的材料几乎一样 100克的低筋粉 10克的淀粉 40克的糖粉 10克的抹茶粉 50克的黄油 加入剩余的鸡蛋液 搅拌至黄油软化 过筛所有的材料 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 放在一个小碗中 三种食材准备好了 第一种食材因为白奶油中没有盐 所以加入了2克食盐 后面的材料用的黄油 里边还有盐分 所以就不用加盐 接下来的步骤就特别的简单 准备一些饼干的小模具 或者是看一下家里小朋友的玩具 有没有适合当模具用的 先把材料用手简单的揉一下 分成适合模具大小的小剂子 烤盘不是特别的平整 可以把油纸先铺到桌子上 如果用的模具感觉不是特别的卫生 如果感觉用的模具不是特别的卫生 可以在食材上面铺一层保鲜膜 按压式的模具可以用这种方法去制作饼干 做出来的饼干是不是特别的好看 下面来做抹茶的饼干 再给大家分享一种方法 取一张油纸对折成正方形 把面团简单的揉一下 铺到油纸当中 借用擀面杖把面团擀成一个薄薄的薄片 用这种小的模具轻轻的扣一下 一个可爱的小饼干就做出来了 烤饼干的烤箱温度设定是 先预热烤箱上下火都是160度 放在烤箱的中层根据饼干的厚度掌控时间 薄的饼干在15分钟厚的饼干在20分钟左右 烤好的饼干特别的好看 作为家长陪自己的孩子 在六一儿童节这个有意义的假日做做手工 增加了彼此的亲情 学会了一项小技能 今天的儿童节小饼干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可以帮忙关注点个赞 谢谢大家 为了方便大家去看视频中所需要的材料 配料已经写在了视频下方的备注栏